好 好 好 别紧张 开始来紧张了 别紧张 我紧张 你听我啊 遇到这事一般都紧张 你这样跟我学啊 咱们深呼吸 好 来 准备好啊 吸 吸 再吸 吸到底 到点了 这咋惊喜呢 啥时候能呼啊 这玩弹玩呢 洗干净就能呼 你是薄米啊你啊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 你应该教我如何谈判彩礼 怎么教我干我自己呢 差点使了 伟大的哲学家 采克普洛斯普洛斯 谁当普雷斯司机曾经讲过 谁 谁不重要 他讲的话重要 他说啥了 他说 人在面对死亡的瞬间 花点彩礼一点都不冤 那也没有一张嘴就要十万块钱的呀 谁跟你要十万呢 我那没见过面的老丈人 你跟谁结婚呢 我跟我媳妇呀 那跟你老丈人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给他花十万呢 对呀 我结婚我不见我老丈人不就得了吗 你高低不能见 那不见他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 你可能要发生意外了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 这个事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其实咱们这个词很简单啊 谈彩礼呢有四门功课 说 学 逗 唱 完了呀 这是目录 那赶紧翻篇 说 说是啥意思 就是制造恐慌 让你老丈人觉得 就是他这个闺女 岁数越来越大 再不嫁就不好嫁了 第二个就是学 学习掌握你老丈人这个喜怒哀乐 跟他处好关系 最好成为兄弟 那逗呢 你都跟你老丈人成为兄弟了 这事不斗吗 而且是奇耻大斗啊 那那唱呢 唱一唱一鹤呀 你把你对象拉到你的身边 跟你在一边 跟你老丈人捡好听的闹 古有粥鱼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既有老丈人嫁闺女 一分钱不花 闺女就得跟他爸说拜拜 能够了吗 能够了 夏哥 哎哟 你妈呀 这也太好了 哎呀 闺女 哎呀 闺女 爸 你到了吗 我还没出发呢 你怎么帮别人谈彩礼的时候 巴巴的 到自己你就往回说呢 这啥话说的呢 我这不是有事吗 另外你们这奇葩啊 你说第一次见面 就到咱家见面呢 到什么饭店呢 他是那家饭店的老板 你一会儿到那儿啊 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妈 你找一老板 哎呀 这行 我闺女站起来了现在这是 找老板了呀 各位同仁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不想当老板的员工 不是好员工 那你们是什么 我们是老板 漂亮 各位老板 我要去接一下我的女朋友 饭店暂时交给你们 散会 哎呀 我得着急了 哎呀 行啊 这饭店也行啊 挺好 哎呀 这我闺女以后 就是老板娘了呀 哎呀 那我以后不就老板爹了吗 这上来我得进去 检查检查工作呀这 你好 欢迎光临 你是谁呀 我是老板呀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呢 不大象吗 不是不大象 是象大象 你这就有点侮辱人了 不是 我不是侮辱你 确实你长得有点太招财了 你这气 我不光招财 我还装女孩喜欢的 他们都说我萌萌的 说你啥 萌萌的 来 把我萌萌的打 萌萌的打我吧 哎呀 老板 我闹人呐 唱歌 哎呀 我对了呀 我没动了都给我打的 你赶紧躲躲我来我来 我这边也就都完了 你咋的完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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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谁呀 我是老板 这家店的老板 看来是黄 可能是低下堂了 晕了 这还行 这不管怎么是像个人 你是 来来 坐坐坐 怎么了 既然你老板 我跟你谈的 此话怎讲 接下来我们俩 谈这个话题比较沉重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好呀 就我女儿嫁给你 我说如果我女儿 我没同意啊 如果我女儿嫁给你 跟你要十万你咋说 如果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我可以给你探讨探讨 十万块钱彩礼 在我这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我当然是嫁女儿 嫁女儿为什么要用货币的形式 进行交易 用货币性 你骂谁 你跟这货币啊 女儿结婚你开不开心 我开心呢 是嫁女儿开心 还是收彩礼开心 我当然是嫁女儿开心呢 那为什么要收彩礼 我收彩礼可能会更开心呢 所以你还是卖女儿 我这你这么说 我怎么感觉是想卖女儿呢 我这上 啊 你这别给我废话 十万行不行 十万块钱彩礼在我这 你想都不要想 别说我没有这十万 就算是我有这十万 我也会给我远方的父母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话没法接 说的是句人话 毕竟二老帮我照顾三个孩子 太不容易了 这么 有孩子 还有仨 怎么了 你给我伤害了 你不找错了 老公 你伤害了 老公 叫你来 哎呀 你在干什么呢 来了个顾客 说不清楚啊 不是 这不是前妻是吧 原配自产自销 可爱不 不你们这 你们这到底谁是老板呢 我们都是老板 都是啊 不你们家咋啊 那琵琶老板在你们家呀 不是 我就问问这个真将的老板是谁 你们在里面 嚷嚷什么呢 我要找你 啊 嚷嚷什么呢 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 啊 靠边 那个 哎呀 专家 哎呦我 你妈呀 哎呦我 我都不是 我在这里我看到你 我太亲切了真是 我终于就终于见到这下人了 我这哎呀我天我看你 你你在他们当中 你简直出雷八脆 我我现在心情老好了 我跟你说 咱俩拜马了吧 不是 拜马了 你告诉你拜马了 一拜天 那咋干啥呢 我跟你说俩拜马呢 快起来多大年纪了 一天天没正行 我告诉你 你二十闺女 你不知道我今天这个饭店经历了什么 哎呦 你你你那对象你还没来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今儿没啥要求了 你那对象像他就行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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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行了 哎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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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 我这家还巴巴给你上课的 这受害者是我呀 我的妈呀 不是 爸 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呢 爸不是激动不激动 爸就觉得 你跟谁叫爸呢你啊 不是 我同意了吗 不是你都没同意 你快想想办法呀 对对对 我先想想办法 说学逗唱 说是制造恐慌 我告诉你啊 你归你这岁数可越来越大了 他嫁给我那都算 你们家收了高香了 我归你嫁给你 你等于把你收了 那等于是为民除害了 对 喳喳你跟他干 你攻击我干啥呀你啊 你爹教的 还教你啥啦 学呀 学是要努力跟老战士成为兄弟 这已经成兄弟了 我都在说 接下来是斗 我跟你爹背把的事斗不 我看你挺斗的 来靠边 爸 我突然不想嫁了 你别不嫁呀 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 倒是你咋认了 叔叔你同意了 我嫁了也不得嫁的 那那也没别人了 你再找找我 你翻箱倒锅 肯定能找找我 你找啥呀 俺俩这一对人 俺俩凑我锅呗 什么叫凑我锅 你不凑我锅 你吃了啥早 你现在是不是 为什么要来凑我锅 你今天你凑我 就跟我锅打了 谁给你 那你不能因为这财里边 你姑娘嫁给我呀 就是财里边 你姑娘嫁给我呀 你姑娘嫁给我 让我冷静冷静 随便寻找一下 我丢失已久的人性 这还没结婚呢 就闹成这样 你这要结婚 家里不得爆炸呀 老弟呀 不是 女婿啊 没同意呢 那谁呀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女儿啊 喜欢 那你喜欢为啥就不愿意 掏这个彩礼呢 叔叔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店里的情况 你也看见了 就刚才那个胖大厨 他跟了我十来年了 他父母生病了 这钱不得我帮他出啊 还有刚才那两口子 家里孩子争气 考上了个好大学 那用钱地方多 咱不得帮人一把呀 是 是该帮人一把 但你结婚谁帮你呀 叔叔 这彩礼能按结不 你别结了 结 结 老板 你有困难你早说呀 就是啊 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们言语成呢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不是 你们跟了我 我不能亏了你们呀 老板 孩子上学的事 怎么都能解决 你就别操心了 就是 老板 人家姑娘跟了你 你可不能亏待了人家 对 来 这钱 管事 你这 老板 你真是好兄弟呀 现在我爸妈的病呀 有好转了 这两年呢 我也挣点钱 你这结婚是大事 咱们不能拖呀 谢谢 谢谢你们 叔叔 我要娶你闺女 我收了 结婚是大事 但你们的事啊 也不小 拿着 这 这 叔叔 这是什么情况 我看出来了 你对这帮兄弟们有情 这帮兄弟们对你有益 你这个有情有益的人 我把姑娘交给你 我这心里边踏实 叔叔 那这彩礼我 哎呀 这彩礼呀 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钱 也可能是品 品 让我吸品啊 人品 你给散泡玩呀 这 贴人呐 谢谢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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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这么多人 谢谢 我 我 我 养不起你们的 来来来来 还得吃饭吃了 快别走啊 好好好 别走啊 别走 爸爸